有網友問我 如果光顧我做工程會不會便宜些 當然會便宜些 最主要不只是便宜那麼簡單 會是用正確的方法幫你裝的 因為外面 我現在這個客人 因為他見我 我只是週末才可以幫忙 他就找了一個小傢伙 幫他砌砂磚 那個傢伙 砂磚 即是做一個Retaining 那個傢伙根本就 一看他的功夫 就不會做Retaining 擋土場 做好擋土場的地基 他隨便挖泥 放了幾個砂磚上去 地基都未做好的 不單止這樣 最奇怪就是 他連那些砂磚放好之後 就這樣插一條 隨便在他的車房裡 撿一條鐵 插了下去 這樣就算了 不是用一條鋼筋 固定一個鋼筋 這樣還要擺好位置才行 擺好位置 然後才下櫻泥 他擺好櫻泥 然後打一支鐵下去 撿一條鐵打下去 打完之後 一屆一屆 剩下那件事 一看就看到我都眼淹 完全不是做泥水工程的call 做完之後 那個平台就斜水斜樓一邊 那你做個平台 當然是 拉完平水 那些磚也不適合平水的 企水也不適合平水也不適合 總之全部都不適合 這樣就說完了 真的搞笑 看他的東西